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大家好 央视精彩剧集 李宗翰为您导航 激烈谍战的枪火下 也有别样柔情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其实他的感情线准确来讲 有四个字就是青梅竹马 你为什么说抖得这么厉害 我演民国戏演得很多 演谈恋爱的戏演得很多 就感情戏演得很多 对于这个角色上面 感情戏上的处理 我觉得我的心里 是非常非常有把握的 加上这个女主角的实验者 我们以前也认识 她说哥 我可能不知道该怎么演 我说没关系 我来带你 只要你接受我 只要你看我的眼神 我相信我能够把你带进去 所以在面对她的时候 我觉得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我记得拍完的时候 这个女主角的实验者 就是痛哭流涕地跪在地上哭 她说我受不了你的这个眼神 她说我觉得我特别地对不起你 她说但是因为我的身份 也发生了变换 所以我就觉得 我怎么样才跟这个男人在一起呢 所以更多的是 用眼睛来说话 没有太多形体上的处理 真诚 所以在拍的时候 我们导演在耳机里面也会说 说这种话我真的是被打动了 如果我是一个女人 我会觉得 我一定要跟这个男人在一起 现在就这么有架子是不是 那你还给我 我看你有什么礼物来收买我 看看 我见到她的第一句话 我就说 你不适合演这个角色 她说哥 咋 我说你太闹腾了 而且她很高 她大概不穿鞋 就有一米七 我老叫她大熊 我说你像个熊一样 就把我给扑倒了 这郭建良还保护你什么呀 但是作为新生代的女演员 就是她的鞋儿 是一个大轻衣的鞋儿 这个很难得 而且她接受我 我说你接受我就能够接受到我的讯息 你的角色就能够完成得很好 反正我觉得看完戏之后 我觉得她很尽力 而且完成得很出色 为她高兴 你是被绑架着 是当事人 我们辛苦救了你 你却不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绑你 你在隐瞒什么 老实讲 这个角色在我看剧本的时候 是我最讨厌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有这种气喝的女孩 在生活当中会烦死她的 饰演这个角色的叫王岚 她是四川人 她的川普很厉害 然后我就在生活当中老是损她 挖苦她 我说你流奶 牛奶 你都不分呢 勒勒勒你也不分呢 你还来演戏呀 后来她突然就有一天跟我说 她说哥 哥 我发现你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 就是你虽然嘴上老是损我们吧 但其实你挺帮我的 他说我这个角色我该怎么演呢 他说因为戏份很大 我不停地在追你 我突然就跟他说 我说你就演一二货 我不管 我就是喜欢你 怎么着你喜不喜欢我 跟我没关系 我说你就往这二货上面去演 肯定观众还挺喜欢你的 然后他整个过程当中 他就演了一个二货 完了之后剪輯师跟我说 他这个人虽然刀刀刀刀刀 还是跟女主角区分得很清楚的 而且他也挺可爱的 其实我一直觉得 演戏演的是什么 演的是人物关系 你把跟你对手的人物关系演好了 这个整个的脉络就非常清楚 在多方压力下 郭建亮和李玉华 究竟会走向何方 咱们继续追剧找答案吧 我是李宗翰 咱们明天接着聊